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Lemon Kitchen 現在加拿大這邊呢 我在Whitehurst 現在這邊呢 已經要春天了 天氣非常好 來給大家看看 天氣非常好 雪都溶掉了 樹上也沒有雪了 後面是一個小樹林 好 繼上一次的香蕉蛋糕之後呢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退出檸檬廚房了 因為最近檸檬姐姐忙著上線上課 然後就沒有那麼多心思 來錄這個廚房 好 那今天呢 我要來做一個不需要打發的蛋糕 因為我沒有打蛋器 上一次呢 我嘗試了一個需要打那個 把蛋白打成發起來白白的那個 結果太累了 準備的材料有 低筋麵粉200克 無鹽奶油200克 糖粉200克 雞蛋4顆 泡打粉6克 還有1顆檸檬 那在做之前要把檸檬皮削下來 在削檸檬皮的時候盡量不要削到白色的部分 要不然吃起來會有點苦苦的 然後檸檬皮削下來以後把它盡量剁碎喔 那檸檬的話 綠色的檸檬我覺得做起來比較好吃 比較有檸檬的香味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吧 好 首先我們要先加入200克的無鹽奶油 就是黃油 那在我看的食譜上面沒有融化 但可能因為這邊太冷了 沒有把它融化的話 我有點拌不開 200克的奶油之後呢 我們再加入200克的糖 讓他們均勻的拌在一起 後來我覺得攪拌棒比較好用 所以我就換成攪拌棒來拌勻 拌勻了黃油跟糖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入雞蛋了 雞蛋可以分兩次加入 也可以先打在一個大碗以後 分次加進來 然後打到整個有點白白的 然後感覺很柔滑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加入泡打粉Baking Powder 泡打粉加入6克 就差不多這麼多 我把泡打粉先加到麵粉裡面拌勻 然後麵粉我們分兩次加入 這樣子的話比較好拌 然後這一步我又覺得 換成刮刀好像比較方便 因為那個攪拌棒呢 那個麵粉都一直黏在上面 所以我就換成了刮刀把麵粉拌勻 拌勻 拌勻後我們就要加入檸檬汁 把一整顆的檸檬汁都加進去 家裡如果有擠檸檬汁的就更好啦 可以先擠在旁邊的碗裡 然後把籽挑掉 然後到這一步的時候 再整碗倒進來就可以囉 這邊我已經把烘焙用的紙放進來了 這邊我已經把烘焙用的紙放進來了 如果沒有烘焙用的紙 也可以用黃油把內裡的部分 稍微過一遍 讓它再點油份到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我們把剛剛切碎的這個檸檬皮的部分 鋪在上面 鋪好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烤囉 剛剛我已經把烤箱預熱了5分鐘 烤箱是350度 烤50分鐘 如果家裡是小烤箱的話 160度就可以囉 烤出來的蛋糕真的很好吃喔 但是檸檬姐姐更喜歡 綠色檸檬烤出來的味道 大家在家裡的話就可以一起試試看喔 希望你們喜歡影片 下次再見 掰掰